乐团中有那么一种奇怪的现象 歌手参加节目凭借翻唱一举成名 而原唱却无人问津 甚至一度被网友误认为他们就是原唱 第一季中国好声音节目中 张维以一首嗨歌遭到导师疯抢 并最终加入纳英团队 之后这首歌便成为其经典代名词 强大的歌唱实力及舞台感染力 虽然当时没有夺冠 但却是无数人心中的冠军候选 到天下就一起了 有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 现实寄来得像梦一样 让我暖痒痒 You Boy是朴树摇滚音乐代表作 发行于1999年 一档节目中房东的猫 倾心活力地演唱 让这首20年前的老歌 再次出现大众事业 积极轻快的旋律 成了各大晚会的必唱曲目 穿鞋一把 艰险发行呀 轻松一下 Windows就吧 打扮漂亮 去把随时天堂 我们的生活甜得像 穿鞋一把 艰险发行呀 轻松一下 Windows就吧 以后的路 不再会有痛苦 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2018年歌手舞台上 张稍涵一首《阿雕火爆全网》 充满生命力的演唱 令大众全新定义张稍涵 但许多人不知道 这首歌的原创是民谣歌手赵雷 但如今提到这首歌 首先想到的就是张稍涵 命运作船 痴迷淡然 毁别了青春 输不清的车站 甘愈平凡却不敢 平凡的溃迈 你是阿雕 你是自由的鸟 张振月的《思念是一种病》 在2007年已经发行 便大受欢迎 其实许多人不知道 这首歌本是琪琪 早在89年为女友王祖贤写下的 相比于原版的温情 张振月的全新演绎 赋予了整首歌新的意境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是想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 却未曾感觉在心口的鼻息 在于宁伙下的各位帮助 味道的 想感慨 写下的 我们下期责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